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上的课 营养学 这个单元是要介绍 每天摄取五蔬果的技巧 那今天的教学大纲 就是要告诉我们 每天五蔬果 还有改变饮食习惯 还有素食的面面观 那这个摄取 每天摄取五蔬果的技巧 还有介绍茄红树啊 木树芽 那我们的教学目标 就是要认识了解 每天五蔬果 认识并了解改变饮食的方法 改变饮食习惯的方法 认识了解素食的面面观 认识了解 每天摄取五蔬果的技巧 茄红树 木树芽 首先我们要说 在饮食 每天的饮食中 有太多的选择 让我们去选择 我们的饮食内容 那比如说 我们在买肉品的时候 你就要面临 到底是要选择 哪一种品牌的肉品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同学的就是 要注意 肉品必须要有密封 或者是属于冷藏的 或者是鱼丸豆干的食品 这些呢 如果是属于冷藏的 那么这个部分 恐怕就是比较 添加物会比较少的 那如果是水煮啊 清蒸啊 或微波 来喷条香肠 会比 会比较能够减少 生成亚硝胺 那如果是吃火腿 香肠培根的时候 请记住 要不要跟这个 优肉乳 或者是鱿鱼 这些食物呢 一起吃 因为这个时候 亚硝 亚硝盐 亚硝酸盐呢 就很容易跟这个乳酸 还有氨类的食物 混着吃的时候 就会产生 所谓的亚硝酸 亚硝酸 那亚硝酸就是一个 致癌 很危险的物品 好 那我们通常 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要有那个 就是读 要学会读 标识 也就是说 我们在选购 买冷藏肉品啊 那我们在 外包装上 就要看见 认识 有所谓的 CAS认证 好 那有品牌的食品 总是有比较 基本的保障 因为品牌 总是有 比如说 他可能是有 GMP认证 或者是 CAS认证 这样子的一个 品牌的肉品 那随产品也是 那通常 是冷藏的肉 那么 这个品牌 有商欲 就是一个 基本的保障 也就是说 一般商 这个商人呢 他会顾好 自己的 这个 性欲 这样子 未来 就回课率高 那商欲 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表现了 这个品牌 应有的一个 荣誉 所以他们会让自己 很爱惜 他们自己的羽毛 他们的成品 以及各方面呢 都会维护 维护的比较好 会顾的品质 顾的比较好 那即使是这样 就是消费者 买有 有品牌的 这种产品 第一个 假设有问题 也可以去 回追到 这个厂商 也就是说 可以诉求 请厂商赔偿 或者是 有什么 这个 看似要退换 退货之类的 这些动作 那也就是说 有品牌的 就是有这个 基本的保障 那接下来 我们要说 用水清洗蔬果 就是可以把 水溶性的 农药 就是可以把它 清洗啊 溶解 那通常 我们在清洗 蔬菜的时候 就是要先 浸了以后 再冲洗 那通常 浸泡 要经过 五分钟 那就可以将 水溶性的 农药 溶解在 水中 也就是 大部分 水溶性的 农药 可以因为 我们有 大量的 浸泡 以及冲洗 就会把 水溶性的 农药 溶解在水中 然后换水 或者是说 在水溶头下 再冲 继续 冲洗 一分钟 这样子 连续 换水 三次 就可以把 大部分的 农药 冲洗 干净 那这种 用水 清洗 蔬果 到目前为止 还是最有效的 方法 因为就是 以稀释方法 稀释方法 先浸泡 让它溶解 然后再 清洗个 三次 这样子 那一般呢 我们就是 鼓励消费者 要多吃 纤维 高的食物 这样子呢 就可以 借由 纤维 纤维素 就食品中的 或食物中的 纤维 来排出 这些 毒物 这些 残留在 食品中的 一些 像农药啊 以及 那个其他的 毒物 都可以利用 摄取的 纤维素 来协助 排出 这些 毒物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 当然要 呼吁说 为了 不管是为了 地球的好 环保的好 我们都 都要少用 塑胶类的 制品 或者是 微波的 食物 为什么呢 因为少吃 植物 有 就是少吃 那个 脂肪高的 食物 少吃 脂肪高的 食物 也就 也就是 首先就是 要少吃 内脏类 因为内脏类 通常就是 堆积 或者是 储存 毒物 毒物的 储存 堆积 最多的 就是在 肝脏 肾脏 这些 因为一般 人体 也是一样 人体 跟 动植物 吃进去的 毒素物质 通常都是 先在肝脏 然后呢 会进 肾脏 这样子 排出 那有些 毒物 有毒物质呢 不见得 很容易 排除 所以就会 堆积在 肝脏 或者是 肾脏 因此 以这样的 立场 看来 我们就认为 说少吃 大型的 鱼 因为这个 越大型的 鱼在 海里面 已经 积蓄了 很多的 这些 毒物 有毒物质 那这个呢 这个部分 就是说 鱼产品 鱼 鱼被泪 最怕的 就是海洋的 拱中毒 拱污染的 事件 那如果是在 蔬菜的话 那么我们就认为 说当令的 蔬菜水果 它就是适合 这个季节 生长 所以呢 施撒 农药 就是不 不需要 这么多 因为本身 它的先 先决条件 就是在 这样的 气候啊 或者是 这样的 气候 跟这个 泥土啊 这个 这个 水汽 寒的 寒的 水汽 以及土质 都是适合 这个蔬菜 生长 所以呢 它就非常的 长得非常的好 比较不怕 这个 什么 一些 病虫害 比较不会有 病虫害的 困扰 那另外 就是说 要注意 不要用 保利 保利笼 来装 热食 因为如果 用保利笼 装 热食 就很容易 释出 微量的 环境 荷尔蒙 而且 如果是用 塑胶 类的 制品 就是 塑胶 类的 制品啊 或者是 微波 食物 都是 很容易 在 环境中 释放 释放 溶出 一些 就是 环境 荷尔蒙 的 溶出 所以我们就是要少少用这个塑胶类的制品或者是少用微波食品 那好的习惯就是好的饮食习惯即使即使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会降低啊就是有好的饮食习惯会使罹患癌症的风险降低 比如说素食者比婚食者就有较低的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且在罹患癌症的风险研究上虽然没有很明确的或显著相关性的一个影响 可是部分的学者还是认为说素食者确实有可能是因为比较能够节制比较能够节制饮食 就是饮食有规律 而且也不常喝酒 不抽烟 不吃槟榔 而且有固定的运动等等的好习惯 而使得罹患癌症的风险就降低 那另外就是宗教信仰 有些宗教信仰不吃荤食的那种全日素的素食 在台湾这样子全日素的素食 也是对于佛教徒或者是有些因宗教的关系 吃全日素的也是很多 那最常见的就是依宗教的信仰 还可以分作有佛教的全日素食 就是都不吃动物性食物 那另外就是初一食物全日素食 那还有吃早灾的 那另外就是早上十点以前不吃荤食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随缘灾 所谓的随缘灾指的就是餐桌上 不夹动物性的食物吃 只吃在同一个盘子的菜中的肉边的青菜 这叫做随缘灾 那这个都是一种宗教信仰 不吃荤食的一个素食的一种解说 好那以学术的观点 我们就可以把素食做一些分类 其中呢我们可以分作叫半荤素 那这个半荤素呢意思就是说 它可能既吃红肉的那种素食 也就是说不吃含红肉的动物性食物 但是却可以接受像家禽类啊 或者是鱼肉类这种白肉 白肉的食品的肉类 白色的肉类像鱼肉等 那在地中海饮食里面 就是以这个半荤素 就是不吃红肉的素食者最多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淡奶素 那所谓的淡奶素 就是除了奶类跟淡类之外 完全不吃动物性的食物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奶素 也就是说除了奶类之外 完全不吃动物性的食物 这个叫奶素 那素食能够避免或者是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 那另外还有一种完全素食 完全素食是完全不吃动物性的食物 仅吃植物性的食物 这是由于为了健康的缘故吃素食 或者是因为饮食中的蔬菜水果 可以减肥降低胆固醇血脂肪 尤其饮食中含有高含量的维生素 矿物质光化合物以及膳食纤维 能够避免或者是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 那所以呢这种叫完全素食 那淡奶素呢就依据台安医院指出 他们所属的基督护灵 叫做基督护灵安息日 这个安息日会呢 他们是就是台安医院 他们是隶属基督护灵安息日会 他是自1864年 也就是从1864年基于健康的理由 所以呢就大力的提倡 应该用低脂 低动物蛋白质 高纤维的这种淡奶素 他们认为说这样的淡奶素最健康 所以呢从统计上 的研究也发现说 这样的安息日会的教友们 在长期使用这样的淡奶素的人呢 虽然也是有可能会得到心脏病 或是癌症这样的几率 但是呢就是比一般的人 得这种得病的几率低很多 分别是 就是说他们大概就是55% 那一般的人就是59%会得这个心脏病跟癌症 但是他们的寿命在安息日会的教友们 他们的寿命是比一般吃肉的呢 可以多存活7年 那有些素食品就会掺杂太多的加工 而破坏原料的素材 那也就是说 素食品因为在加工过程中都来自不同的加工 加工食品厂 那这些加工食品厂因为它的加工会破坏了原本的原料跟素材 比如说植物油含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但是却因为高温油炸 而破坏了这个原来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而甚至于会产生有毒的过氧化物 产生了大分子的聚合物 这个却可能成为致癌物质 这是最糟糕的 也就是说 他们好的把好的植物油拿去高温 然后造成过氧化物的一种聚合物 产生了聚合物 那这个聚合物呢可能就是一个致癌物质 那而且还有一些素食加工食品呢 的一个业者 他们可能添加低劣的动物食材 参入这个素食 那这些有些素食强调造型 比如说素鸡啊 素鸭 素鱼 这个风味啊 以及造型呢 就很像这些他们所说的 所宣称的什么 素鸡 素鱼 或者是这个素的 素的鸭 鸡鸭鱼肉这些 他们呢就把这个造型 不仅造型像 风味也很像 而导致了许多化合物 这些加工原料 就比如说香料啊 色素啊 还有防腐剂啊 全部都放进这个素食品里面 而可能造成所谓的致癌物质 甚至于还有一些不肖的商人 把这个低劣的动物性食材 偷偷的参入素食里面 而变成 诶 吃起来有那个香味 事实上本身就是动物性食材 好 那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强调的就是说 如果是长期吃素的人 可能会造成某些营养素的缺乏症 那这个营养素的缺乏症会包括 钙子铁质 鲜 还有维生素B2 以及维生素B12的风险 比如说婴儿 儿童 青春期 孕户 哺乳户 还有老年人 还有贫血的人 都应该要避免吃这种纯素食的食品 因为这个吃纯素食的食品 就是很容易缺乏了维生素B2 B12 因为这个这些东西 维生素B2 B12 鲜铁在动物性的食品含量会比较高 尤其是钙 所以我们应该要建立国人每日摄取五蔬果 可以从不同的蔬菜水果中 摄取到植优量多的这个营养素 也就是说 基于多数的蔬菜水果所含的优质营养素的特性 就希望我们的国民呢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建立一个每天摄取五蔬果的概念 尤其在台湾 因为台湾四季都有不同的水果盛产出来 也就是说 一年四季盛产各式各样的蔬菜跟水果 种类多 而且又丰富 而且当季的蔬菜跟水果 就是最便宜的 而且也是最好吃的 农药的残留也是最低的 那蔬菜水果也可以生食 也可以入菜 如果那个农药的残留少的时候 那么蔬菜水果生食是非常好的一个饮食了 那比如说早餐 要怎么让自己在一天吃到五七九份的蔬菜水果 也就是说 儿童五份 这个女人七份 男人九份 这么多的蔬菜水果呢 首先我们就是说早餐可以增加一份水果 在早餐的时候就可以吃水果了 或者是用在古类中 在她的吃古类啊 吃纯的蔬菜果汁一杯 也可以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 即使要吃零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生食蔬菜 或者是水果当作零食 而不吃一般外面的那个加工的零食 这样 比如说要吃那个洋语片的时候 改成吃生菜沙拉或者是水果 那在外食的时候 就是在出外 出外 出门在外吃一些点 点餐 吃餐 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多点 多选用蔬菜水果 或者是水果沙拉这些 而且要用果汁 蔬菜汁水果茶 或者是养生 养生的茶来替代咖啡茶 可乐 那冰箱呢 要常常备着一些 可以吃的生食的蔬菜水果 这样就可以随时拿取 这样子是最好的 因为就是把自己的坏习惯改掉 吃零食的坏习惯改掉 而且吃的是比较健康的 生食的蔬菜水果 那除了我们使用新鲜的蔬菜水果之外 一般我们也可以就是说 利用这些蔬菜水果 把它入菜 设计在菜单里面 那也就是蔬菜水果 就多多的放进菜肴里面 当做配菜啊 或者是 做一种搭配 那也可以 除了新鲜的蔬菜水果 也可以搭配罐头食品 冷冻食品 这种喷条 就不同的喷条方式 把这些冷冻食品 罐头食品都放 加入喷条的 的这个设计里面 善用罐头食品跟冷冻食品 这样呢 就比较不会怕蔬菜水果的波动 那有些水果 像神产的一些水果 像香蕉啊 橘子柳丁 百香果 火龙果 以及葡萄柚 我们是可以直接用手剥皮 当场呢 就可以就可以吃了 但是像巴勒 草莓 番茄 李子啊 梅子啊 桃子啊 杨桃 这些呢 可能就是必须要清水 简单的浸泡 然后呢 浸泡个三五分钟 再清洗掉表面上的细菌啊 泥沙啦 或者是残留的农药等等 那这个也是可以直接吃的 一般来讲 果皮含有很多的果胶纤维 像苹果 苹果的果皮 事实上应该削皮后才可以直接吃 尤其怕有农药残留的时候 还真的是需要削掉皮以后才吃 但是呢 事实上在南美洲有些种族 对于苹果啦 水梨啊 木瓜啦 木瓜哦 它的皮这么厚的木瓜 都可以含着皮吃 或者是鸭梨也是 芒果也是 柿子也是 他们都是习惯是不必削皮直接吃的 他们认为这样是有助于肠道的蠕动 所以他们是含着果皮 所以吃了更多的果胶纤维 那 每人每天就是要摄取这个 五到九份的蔬菜水果 应该说五七九的蔬菜水果 看似 小孩就是五吗 女人就是七吗 那男人就是九份的蔬菜水果 那遇到台风天或者是淹水后 导致神产的蔬菜水果 特别高扬 那个价值 就就是售价很提高很多 上涨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罐头食品 冷冻食品 或者是腌制品 瓶装的果汁 或者是甘制品来暂时替代 那对于这个美人每天五蔬果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应该是说美人每天五七九的蔬菜水果建议量呢 有的是为了健康 硬是要要求自己每天至少摄取五到九份的蔬菜水果 以达到应该有的这个建议量 除非有特殊的疾病 比如说像洗肾啊或者是心脏病 因为他们要特别限制蔬菜水果中所含钾的含量以外 那另外像减肥的人也应该注意到蔬果里面的热量 也不能因为说在减肥 所以呢就拼命的吃水果 因为水果里面还是有热量的 它是它的果糖啊以及其他的糖类呢也是含量很高的 所以这时候就是要设计 要设限制的摄取量 不能说无限量的一直吃 这样会反而会加胖 因为它可能就是属于单糖 非常容易消化吸收 而且血糖就会飙高 那所以呢一般我们都还是说要对于肥胖的人 就是应该要把它设计好 然后呢限制摄取量 一般绿色蔬菜的量 就是在100公克内 大概可以提供25大卡 那对于蛋白质糖类比较高的豆类啊 或者是胡萝卜 那么我们就应该减量 因为它的蛋白质糖类都含量比较高 所以一般来讲水分是可以提供到60大卡 水分含的热量 就是比一般蔬菜高 那水果含的糖分量差异很大 因为水果含的糖分量呢不同 所以呢这个糖类较高的呢 那么它的一份的量就会比较小 这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红西瓜一份呢 我们一份一片大概就是365公克 那阳桃呢一份就是一个 大概180公克 连份联物呢 这个联物呢一份呢大概就是有两个 大概是180公克左右 巴勒呢是有半个 大概有155公克左右 那葡萄呢大概有13颗 13颗大概有130公克 那香蕉呢大概半根哦 半根就是95公克左右就叫一份 那我们从这样子的这个表 从这个表定里面 我们看得出水果含糖的份 如果很大 很多 那么它的一份量就会很少 好 那在这部分啊 我们再把这个中医养生的方法 特别在这边做个介绍 也就是说一般中医的养生方法 像有这个蓝板根啊土狐林 牛庞子黄芪 黄橙以及薄荷桑叶 防风跟莲翘这些药材 我们可以把它用小火慢慢的煎熬 当茶喝 来做一个中医养生的方法 免得比如说冬天来了 很容易感冒啊这些问题 那有关红芪跟红枣 它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在土狐林莲翘跟野菊花 它们是具有清热跟解毒的功效 那尤其是黄芪跟红枣 它是很普遍到处都可以拿得到 垂首可及的一个药材 它是可以提高免疫力 那黄芪可以清热可以去造 去造丝退烧 那莲翘呢就是有抗菌的作用 是具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那例题一呢就是核胃淡奶素 所谓淡奶素的人就是他可以吃蛋 也可以吃奶 但是除了奶跟蛋之外呢其他的素食类就不吃 所以我们称为淡奶素 那经过统计 经过美国的统计学家 他们统计呢认为说淡奶素呢 是蛮健康的素食 也就是说一般吃淡奶素的人呢 他就比较健康 好那例题二 以学术的观点可以将素食分为哪些类呢 就是说以学术的观点 我们可以把素食分作完全素食啊 淡奶素啊 奶素啊 半分数啊 这样子的一个分类 那为什么这样分呢 就是比如说完全素食 就是他不吃动物性的食物 那如果是半分数 那么他是不吃红肉 可以吃鱼肉 还有家禽类 那如果是 所谓的淡奶素呢 是可以吃淡跟奶 然后呢 其他的肉类都不吃 叫淡奶素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 所谓的纯素食 纯素食就是所有的肉类都不吃 好那例题三 有哪些人应该避免吃纯素食 那就是 所谓的纯素食 就是他所有的动物性的食物都不吃 包括奶啊 奶啊 以及那个通通不吃 奶啊 蛋啊 这些都不吃 是纯素食 只要有动物性食物的 动物性的食物在里面就不吃 那哪些人应该避免这样子呢 比如说 婴幼儿童 青少年 还有孕户 哺乳户 还有包括老年人 都不能吃纯素食 因为吃纯素食的人 很容易缺乏 钙质 铁质 维生素B2 B12 还有锡 这些元素 非常容易缺乏的 所以呢 这些体 应该说身体会比较虚弱的人 或者是 会耗掉比较多 营养素的人 他们都不应该吃纯素食的 好 例题是为了健康 应该每人每天建议摄取多少份的蔬菜水果呢 就是说 一般我们可以分作五七九来说明 所谓的五七九就是说 婴儿 不是 儿童 儿童呢 每天应该至少吃五份的蔬菜水果 女人呢 就要吃七份的蔬菜水果 男人呢 要吃九份的蔬菜水果 这样才足够 因为依据他的耗 耗损的热量 热量来比 来相对 来增加 他们每天应该摄取比较多的蔬菜水果 好 我们现在要做个总结跟回顾 也就是说本章的单元我们已经认识并了解 每天五蔬果 事实上所谓的每天五蔬果 我们要说每天五七九的蔬菜水果 就是对于儿童是五份的蔬菜水果 每天都要摄取到五份以上的蔬菜水果 那女人呢 是要七份的蔬菜水果 对于男人呢 就应该要摄取到九份的蔬菜水果 那这样子才足够 因为呢 蔬菜水果含有很多维生素 维生素C啊 维生素A啊 维生素E等 那其他还有什么铁质 钙质 还有洗 维生 光化和物质都含量很多 那那些都是抗氧化物质 对我们身体很重要 那这个介绍呢 这个章节的介绍 也让我们认识了解 改变饮食的习惯的一个重要性 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 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而且呢 要学习多吃一些天然的食物 那这些天然的蔬菜水果 而且我们可以在 从早上 我们就可以在早餐 加入一些蔬菜水果的 那甚至于零食呢 我们就改吃生菜沙拉啦 或者是一些水果当做点心来吃 甚至于宵夜 我们也可以吃这个蔬菜水果 来当做这些点心吃 那在这一章我们也认识了解 素食的面面观 也就是说素食有分做什么 纯素食 半荤素 还有淡奶素 奶素 这些素食 还有一些宗教的素食等 那不同的 不同的素食呢 那他们对于吃的这个选择 食物的选择就不一样 比如说纯素食是不吃动物性的食物 那半分素呢 可能就不吃红肉 那对于淡奶素呢 他们是可以吃淡啊奶啊 的一种 就只是不吃动物性的其他食物 但是淡跟奶是会吃的 那奶素呢 就是说他们会喝奶 然后素食里面呢 就是喝奶 就其他的动物性食物是不吃的 那宗教的素食就更多更复杂 他们可能就是所有动物性的食物都不吃 这样子 那这一章也认识了解 每天摄取五蔬果的技巧 那这个技巧就是说 我们要利用这个 早餐就要加入蔬菜水果 或者是点心 吃零食的时候 都是可以用这个蔬菜水果 来当作点心零食 那我们也知道 番茄里面有一些茄红素啊 那这些都像木树芽啦 这些都有一些植物性的光化学物质 那这些光化学物质都是一些抗氧化 很重要的抗氧化物质 都可以有防癌效果的 那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等等 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一个章节里面 做一个介绍 那本章 经由本章的介绍 你就很清楚了了解 这些蔬菜水果的重要性 以及要一个健康 可以增加免疫力 可以有防癌效果的饮食 应该要去怎么选择 食物的技巧 以及饮食的习惯 应该要有所改变 那这些都是本章的 介绍的重点 那以上我们做了这些总结以回顾 这些东西 我可以做了一个